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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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科技 回顧以後 我就不做了 但是因為他已經排好了 所以我只好再破技再做一次 歌劇就值得這樣做了 因為它是一個很美很美的歌劇 法國的十九世紀的抒情的歌劇 就馬斯內 的一個作品叫做薩鳳 爸爸回來晚上會有戲酒會打他 但因為他很漂亮 所以他就畫著就把他帶他去 一直走模特兒 但是他一直在希望他能夠找到一個真愛 然後找到一個這個年輕人 那是波羅旺斯 後來那個男的沒有辦法一直覺得 我不能接受你的過去 你也沒有跟我講 後來覺得他又是小孩的發現 然後以前的男朋友跟他想 小孩子的媽 爸爸有在見你裡面 所以到時候他 兩個吵架 然後到這個 亞維隆他 他的家去把男的請他帶回來 然後被他媽媽趕 就是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 我常常說這個女孩子要看 男孩子也要看 這個是很好的 後來他的結論就是說 你看他是當媽媽 他要進他的天職 可是他愛情就放棄了嗎 沒有 他悟到是真的愛我的男人 一定會接受我的過去 而且媽媽 他不會來 他不會來 虽然会比较比较好 如果是新的 我认为这种论 我认为这种语言 我曾经过这个悲惨 我从我身上的 它跟一般的義大利歌劇不太一樣 就是它沒有這麼洗腦的旋律 可是它在劇情的鋪陳跟整個的氣氛上來說 其實是更會一步一步把人抓進來的 然後我們其實很希望觀眾可以感受到 這個演員他們的掙扎 他們的痛苦 甚至他們的難過 所以我們把舞台從原本的鏡框裡面 然後把它往外拉 有點像伸出去到觀眾戲的中間 所以演員等於是在觀眾的周圍 非常近的地方 更靠近感受到角色 可是在聲音的投射上面 其實是更挑戰 因為它必須要可以把聲音傳到各個地方 然後因為以往在後面 它可能後面就有一個反射板的地方 但是我相信在這麼近的地方 你被它的歌聲直接衝過來的時候 那個感動是 你覺得它好像在對著你唱的那種情緒 在聲音上面它的清晃的 然後它的抒情性 以及它很亮麗的外型 其實是非常符合這個女主角沙古 所以他擔任非常大家喜歡的模特兒這樣子的角色 非常林健吉 他是國內少見的就是非常抒情性的男高一 他本身其實是花蓮的 我們的永住民的小孩 所以他個性裡面有一個很天真 很淳朴很浪漫的這個特質 所以我特別邀請這個 健吉老師來擔任我們的男主角 來ftig加入 現在又如何 我們有一個追求的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weit去 你現在又見角色